学生们实际操作 才深刻了解拍电影没有想象中简单 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TMS 提供高中学生透过多元实作 适性发展的方式 培养影视音专业技能 过去六年培育八十多名毕业生 陆续投入相关领域 并持续进修发展 大概从去年八月开始 有科士党主持一个会议 我们就开始跟北楼北一谈 我们怎么样合作 简单讲就是北楼北一 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设备 产业设备 比如说北一可以提供我们 灯光各种表演训练 然后北楼可以提供我们那种 音乐方面的音响方面 就是它可以提供我们 蛮多技术方面的资源跟课程 TMS创办至今 是摸石过河的一段历程 没人知道这所实验教育机构 会长成什么模样 又会造就多少个奇迹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投入更多教育资源 帮助学生在此吸取养分 成长茁壮 将来北楼北一 这是它最重要的实施机构 所以也就是说 熬过最困难的前面六年以来 我相信以后的岁月会 轻松很多人 当然 当然是这样的 实验教育的特色就是说 它并没有预设力少 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协同刚开幕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三大机构联合办学 除了将开设专业技术课程 学生们也能获得更多实习机会 渴望成为培育影视音人才的重要摇篮 记者邮湘亭 台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